平时我们微信用的最多的功能就是扫一扫了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扫一扫还隐藏着三个非常强大且非常实用的功能 下面大家就跟着妙标姐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打开微信扫一扫 大家看一下它的最底部 其实是有四个功能的 但是大家平时都只用第一个 一般用它来扫描一些二维码和条形码 比如微信支付、扫描家好友 或者扫描商品条形码查看价格等 那么接下来妙招姐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其他的三个功能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封面功能 平时我们看到一些书籍的时候 就可以用封面功能来扫一扫 这样就能看到这本书的详细介绍了 还可以查看它在各个购物平台的价格 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最低的价格买到这本书了 我们点击这里还可以试读这本书 另外它还可以扫描CD的封面和各种海报的封面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第三个接紧功能 我们只要对着身边的任何接住物扫一扫 这样就能查看周围的街景了 比如我们出门在外要找一些地点 就可以打开街景功能看看附近的街景道路 标志性建筑物 附近有什么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往马路上点一点 还能让街景往前移动 看到前面更远的事物 另外还可以用街景来告诉朋友你所在的位置 这个比发定位就更加的直观 第四个功能 翻译 如今的生活中我们会买到很多进口商品 不懂英文就无法知道它的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扫一扫了 让赵姐手上现在拿着一瓶进口补芯片 我们来扫一下看看 好了 这样评测上的信息名字就一目了然了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使用说明 我们现在看到标签上是密密麻麻的英文 我们也给它扫一扫 好了 全部翻译过来了 这样我们就知道如何来服用它和一些该注意的事项了 非常得方便好用 怎么样 微信扫一扫的这三个功能很强大 很实用吧 那么赶快把这个妙招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一拍搞笑视频群社区微信搜索agg944agg944 关注后进群看免费视频